好了 哎呀 这个让我是很头大 就这样吧 就这样我先 我把今天课给你讲完 然后我得把这个电脑处理一下 不能 之前也没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换了一个好电脑 反而是现在是 效果不好了 看来还是得把那个旧电脑搬回来 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原理 原理就是什么呀 用你的这个画笔 看了 我现在把它加到百分百了 加到百分百 这样的快速说一下 就是把这个地方 不断的把它填充回来 填充回来 而在填充这个时候 你需要控制一下你的笔刷 就是需要控制你的笔 你要保留什么地方 对不对 可能我在修的时候 我就想好了 就是保留这么多 剩下的地方 我全都是拿黑色填完它 直到填完之后 填成一个这样的效果 这可能还有一些 你能看到一些头发的 留在这些地方 直到把这个地方填完 让它最后的感觉和你这边的色调达到一致 这个就是简单的一个换背景 大家可能对于这种杂发换背景之前很苦恼 其实没有那么多麻烦的问题 你把这些一画文 OK 你连抠图都用不着去抠 你只要有手绘本之后控制好你这个笔 拐弯 转折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看 我在这 做了一个这样的 加深了头发的一个处理 这一块就是我前边在修发卡的时候 包括拉头发的时候 会有一个这样糊掉的东西 会有个糊掉的东西 而这一块就是需要把这边的头发没有糊掉的选区 Ctrl C Ctrl V 复制过来 粘着这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这样粘过来的 我们在之后的课程有一期是专门修头发的 跟大家会着重的强调这个头发怎样去修 看这个头发 对吧 杂发怎样瞬间去处理的 很简单 来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做一个盖印涂层 在这的时候我需要做一个盖印涂层 然后就是通过你的这个污点修复画笔工具 把它怎样 点掉 这个工作量可能会大一点 我就给大家稍微的做一些最基本的演示 看这个 这种杂发怎么去 大家可能就会有一个疑问 就是你要首先看清楚你头发的走向 看一下你的头发这种波浪型 S型的走向 但凡所有出现在这个波浪型和S型走向上的 这个头发都属于 就是这种跟他这个走势相背而驰 就是横向的或者是其这种方向 不是以他这个S型来走的这些头发都是杂发 那么我们就都需要去掉 当然这个片子 它首先不是一个洗发水的广告 所以他前期拍成这样是允许的吧 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杂发来说呢 也是过多了 太过于多了 这样的杂发 太多了 这种杂发的话 就是你处理起来 这个工作量会非常的庞大 你看这些地方 你就不断的需要把它全都点掉 这些甚至是这些 对吧 你没有办法去做一些处理的 只有这种方法去把它点掉 然后还会配合什么 这个修补工具 配合这个修补工具 来把这种比较小的 这样脱掉 直到你把这个东西杂发 全都是处理完之后 你就会得到像我这样一个东西 但是你看仔细看 对吧 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非常护 这块头发就是感觉烧焦了 这种变化非常不自然 我们之后还有一个补头发的处理 我把这两个给点开了 是吧 补头发的处理 我们先来说第一个大招 这终于说到这了 终于说到这个地方了 这个地方就是 什么东西啊 高低频磨皮 磨之前磨之后的皮肤和头发 你来观察一下 我把它两边都看不到一些工具 还是要看一下 看一下 看这个变化 包括看皮肤 对吧 它是有一些变化 尤其是头发是最厉害的 头发是最厉害的 那么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 怎样去做 前面我说的是什么 先复制一个涂层 对吧 我这儿做了一个干预涂层 那么现在我就需要复制一个涂层出来 之后干嘛呀 Ctrl加I反向 CtrlI反向 你就得到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涂层属性变为线行光 记住变为线行光 没什么变化 对吧 当然没变化了 之后就是滤镜 其他高反差保留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高反差保留之后的效果 现在我这个默认的半径像素是十 是吧 你回忆一下 我前面说过的这个数值是三的倍数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把这个数值缩小 你看 哪怕缩到零 这就是没效果了 是吧 这种感觉是什么都没有 那么我把这个数值夸大 夸大 夸大到这儿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这个皮肤 就是越来越怎么说呢 越来越平滑 但是上面出现这样的小黑点 类似于这种小黑头的东西 越来越大 就是越来越都不能看了 那么我就稍微放大到这样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首先皮肤会变得稍微的怎么说呢 平滑一点 当然除了这个黑头 但是你就会发现边缘也会出现这样的虫影 泛白啊 泛黑的这样的东西 那么我们再缩小 缩小化就没有了 但是缩小化之后呢 这个皮肤就显得很假 就是这个东西会越来越怎么说呢 你的人像越来越清晰 但是你的皮肤会越来越假 你要明白这个数值变大变小的 有这样的一个视觉上的效果 那么我们怎样定位这个数值呢 你可以自己玩的试一下 如果你没有做过这个高反差 这个高低频磨皮的话 你自己要试一下 从一开始做 对吧 一开始 甚至一 三 五七九 往下 这样一直往下加 加到什么样的时候 我们要这个皮肤 对不对 我今天跟大家说的就是 三的倍数 什么叫三的倍数 就是从三开始 三 六 九 甚至往上加 每次都加三 为什么不是二四六呢 有的朋友就回来了 为什么是只是三呢 因为我们二先不说 二就太小了 这个数值往上加 三的这种倍数往上加的话 你不管是相加 就是加三也好 还是就是乘三也好 这种 尤其是加三的时候 你就会怎么说呢 不会错掉一些比较好的效果 因为如果说是四的话 你可能四加四 八 对吧 然后再往上加十二 是吧 再往上加十六 那这个跨度啊 就比三大了一个 很多 因为这个就是总结经验下来 我自己做的时候 总结这个经验下来 很多用这个偶数的时候啊 往上跨的时候 会错过一些非常好的这个数值 所以再总结一下 就是用一些奇数 尤其是三 以三为一个基点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一个十五 对吧 十五的时候 你看这个皮肤 感觉上还不错 这种感觉 当然我们过一会儿 还需要做一个那个高丝模糊啊 所以是这个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这个皮肤 这边的细节还在 但是这个像黑头一样的东西 又不是很多 那么你再试一下 比如说是十八 感觉十八也还好 也还可以 那我们再往上加一下 大胆一点 加一个二十一 二十一也还可以 你看你主要是看什么呀 控制这个黑头的这个基数 不能让它太多 你看如果我再往上加 看这个黑头会越来越多 但是你的皮肤没有那种人像的这种转折了 太大了 所以加这个参数啊 大家不要去背去 怎么 它有一个什么规律呢 就是总结一下 比如说你拿一个五第三拍的一个片子 对吧 然后五第三 同样是拍了一个这样的装面图 大头 然后又是拍了一个这种铝拍 这种景 这种也不用铝拍了 铝拍太夸张了 就是这种全身像 内景的全身像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在这个数值上的选择啊 就会有变化 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看二十一还适合我们的这个人物的这个装面的这种摄影作品的话 就绝对不适合那个全身像了 二十一的话对它来说太大了 它就会没有很多的细节 就可能是达到这样的效果了 就是这样的效果 二十一放在那个上面的时候 这个反差太大了 所以不同的片子的时候 尤其像素越大的这个片子啊 你需要的这个像素半径可能是越多 像素越小的片子 你的这个像素半径呢 可能就越小 就能做出这样的效果了 所以这种片子的时候 你做成一个什么效果呢 就是要看皮肤既光滑了一点 但是上面这个黑头的这个小 这种泛红的点又不是很多 这种很重要 所以这张片子我就放一个二十一 好 我们看一下头发 对吧 忘了看头发了 你太大的时候 你这种头发只看到头发 类似于钢丝的东西了 但是没有你头发的一些内涵了 二十一来说 还有 还有 还可以 简单来说 这个签二十一 然后还没完啊 还没完 我们需要做什么 模糊 高丝模糊 这个半径数值就简单了 同样是二十一 就是你之前做那个高反差保留的时候的数值是多少 你的高丝模糊的数值等同于它就是多少 你看一的时候是这样 对吧 我变成二十一的时候 点确定 我们来看得到一个这样的图层 我开关这个图层 你看一下你的皮肤 放大看 对不对 有变化 是吧 尤其在暗部的这种感觉 很匀 过度的非常的柔和 是不是 这个就是我们的高反差保留 但是有同学就会说 这个地方放光了 是不是 看 放光不怕 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建立一个什么 蒙版 建立一个蒙版 然后对蒙版进行什么处理 反向处理 让我们刚才做的高反差保留的效果藏起来 然后通过画笔 白色画笔擦黑色蒙版 我的参数一般是控制在50的50 有人也喜欢100100 对吧 这个就是因人而异 你只需要把我们刚才 做的这个效果 擦回来 注意擦的时候有一个注意的 就是不要擦到边缘 等一等 千万不要擦到边缘 怎么说呢 这个边缘上 我们刚才也会看到会有一层放光的东西 对不对 会有这样一层放光 你看 你擦一下 对吧 就会出现这样的东西 我们不要擦到边缘 我们擦这个时候就一定是要擦皮肤 擦头发 擦一些你需要的地方 把它都擦完 就OK 然后擦完之后 就是得到了我这张这样的效果 我们来 主要是我们这张是主要是看头发和皮肤的 你看做完高粉茶保留之后的头发就显得不像是之前那样的干枯毛糙了 对吧 润了一次 这个是对头发 对皮肤一次的这种 这种怎么说呢 小大招处理 你在一些修一些人像的时候 可以用这个磨皮 当然这个磨皮在什么情况下用的 就是你去斗大范围的去斗之后 你的中性灰 比如说你现在把控不是特别好 但是你要做一次 对吧 把一些最基本的像刚才那个去斗没有去完全的这些地方 给它稍微的修掉一下 即使说你修的不是特别好 看我这个都没修完 对吧 这些地方都很脏 你做一个高低频 效果就会有了 这个就是第一个 修皮肤 用到了高低频抹皮 然后 我们的头发 需要用手动 用画笔 把它一些杂发的地方 刚才你看 我为什么补这补的多 因为我在这个地方 修掉了一些头发 修掉了一些杂发 修的非常多 我们看一下原片 现在回忆一下 对吧 看这地方的原片杂发有多少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 画头发画了很多 画了很多的头发 让它尽量的柔顺 其实这个还没画完 像有些还有这些东西 还需要处理 包括头发 在这个转弯的地方 下面这些地方 也画了很多 如果说这张片子 是一个洗发水广告的话 那后期修的就要打这个摄影师了 真的是要打这个摄影师了 它这个真的 也不是一个洗发水广告 就是一个普通的 这样一个人像练习片 你们如果以后接拍这种洗发水广告的时候 肯定不会是这样的 戴假发也得带出这种前期柔顺的效果 不然谁修谁骂娘 都是有这样一个说法的 我们再往下 这个地方还是画一些头发 我自己做了一个蒙版 这就是画多了 画多了 把一些其他给擦掉了 最后 你注意 为什么补这 补这 是因为我之前 画这一片 就是为了去砸发 快速一些 拿一个画笔 吸了那边的颜色 给它画过来 你看这些边都不齐 包括这些边都太假 显得没有层次 没有空间 在这个时候 我需要人为的补造一些头发 让这个头发的显得很自然 那么整个这个地方 我起了个名字 就是一个头发的处理 整个这一层处理 最多的就是头发 当然这个头发还没有处理完 如果再往下处理的话 可能这个头发 我估计得花两个小时 甚至三个小时 专门处理它 弄它更加的柔顺 这就是告诉大家一个思路和方法 好 我们继续往下走 图层时 就是做了一个干印图层 干印图层 大家都会 就是Ctrl Shift Out加E 把你之前的所有做过的效果 合在一个新的图层上 但是保留你之前的原图层 我同时在这做了一点点液化 大家看一下 一是把头发的这种波浪曲线 又液化了很多 二就是把一些这种嘴形五官 注意我经常喜欢液化的地方 就是女人的眼睛和嘴 为什么呢 眼睛不管睁着闭着的时候 我都很有一个习惯 就是把眼角稍微上扬一点 把嘴角也稍微上扬一点 因为这样会显得人微笑 表情要放得开一些 在之前做过一个公开的教程 就是婚礼跟拍里边 拍了一个小孩 对吧 小孩明显被相机吓到了 那个表情就是很哭 快哭的感觉 那是通过一些微液化 把嘴角眼角一上扬 人就显得非常有神 非常有精神 好 我们之后再往下看 这三个涂层 其实没有什么要说的 就是指甲的一些变化 这个地方 指甲 可能你们就会问 这个地方怎么做的 是不是 这个地方怎么成这样的 给你们稍微的做一下 就是 我先再复制一层出来 简单的对这个地方 进行一个抠图 进行一个抠图 简单的把它 我就稍微做的粗糙一点了 简单的做了一个抠图处理 然后我们把它 然后我们把它 成为一个选区 对吧 Ctrl T 变形 把一个支架往前拉 拉长它 拉长到一个 就是什么程度 就是我这个程度 我在做这个支架的时候 就是把 只把这个地方 做了一个选区 只把这个地方 做了一个选区 然后Ctrl T加变形 把它拉伸 拉伸 不断的拉伸 这个很有用 就是你们在 有的时候拍一些人像的时候 尤其新娘的时候 他个人有点不注意 把这个支架留很长 然后没有剪 整个这一块 这种支架的感觉 会非常不好 我们看一下原片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原片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我这还做了一个液化 就是手部的液化 应该修这一片的时候 就是怎么修 很多时候就会把前面的 这种很脏 很灰的地方的支架擦掉 把它抹掉了很多 一般就是看一下 给大家稍微做一下 复制一下 你们选的时候 稍微选精细一点 就是选的这个 不要让稍微给你们选精细一点 我只需要复制 中间这个支架的红润处 把它复制 Ctrl C Ctrl V 这样把它加强出来 然后做一个Ctrl T 变形工具 把它尽量贴合在一起 这个黄圈实在是让我看不到 这个下边的东西 我尽量给大家动一下这些 这我就是为什么好多 其他人这个网络8 都是用的这种低画质 低画质的话 就没有这个黄圈了 能看到这些东西很明显 但是我是尽量是在 只有做中性灰的时候 给大家用低画质处理 我把它支架拉长之后 就会把原本很脏的灰支架盖 给它盖掉了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通过建立一个蒙版 人为建立一个蒙版 干嘛 把这一片给它稍微擦回去一点 因为这太尖了 是吧 抹掉一些 擦了仔细一点 你看我由于黄颜色东西 躺着 看的不是特别清楚 擦的稍微仔细一点 你就会得到这种 把它之前支架这种黑的地方 给它干掉了 然后配合上你拉伸 当然我这个就是直接拉伸了 没有把这一块 黑的地方给它弄掉 看一下这两张配合在一起 其实还是可以的 把它再稍微往处走一走 对不对 稍微往处动一下 配合这个 我们把下边 我们把下边这一块就完全可以擦掉了 因为它这个支架的下半部分还是比较好的 唯一 看一下 唯一有问题的可能就是出现在了 这一块的脏脏的地方 用一个渐变异射擦一下 我是不太想出现一些其他的操作 怕把你们这个视听就混淆了 太小了 这一块 加大一点 要做的自然一些 你看我这个地方 就是前期选区没有选好 把它支架的这一半 看这一边露出了一个白 所以它这个就是没有 刚才就是我做的 这样拉的时候弄上自然 同样的道理 同样的道理 把这边两个支架也动了一下 这个支架 这个就很简单了 你就是把它建立一个选区 也是在这选取一下 用钢笔工具 抠图 抠仔细一点 可能你们这个在一般的修课片的时候 没有这么仔细 这就是之前修这个商业片修多之后的 养成一些职业病 他们就是会有客人要求 会有一些这个甲方要求 你说没甲你也要做 支架也要动 这个就是在之后的修课过程中 就会老是注意这些东西 所以就是给大家 教给大家 是用不用 就是另一说了 对吧 把它复制一下 变形 就是 支架拉长一点 经常这样做 把一个支架拉长 就是我前面做的这个东西 这就是以前修商业图的一些职业病 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 就是你把这个蓝宝石提亮 举行提亮 然后这个还做了一个刷光影 这个就是要跟大家看一下 强化一下这种光影的感觉 眼睛 这张眼睛还不是特别明显 因为它是闭着的 我们看一下嘴 我们着重看一下嘴 把你的视线放在这个地方 放在这个地方 我要鼠标开关的来回点了 对吧 这种嘴的红润的感觉 这种特别湿润的感觉 饱满的感觉 就是靠这样刷出来 你如果刷完之后看到的是正常的一张人脸 这是我经常说的 比较正常的 当然你们就是现在可能刷不成这样 就是这些位置你们也需要掌握一下 哪些地方要提亮 哪些地方要压暗 你看一下 我们就来说一下嘴 前面我说过 这个嘴的中间这一带都是一个高光带 对不对 它的上面和下面都是一个需要压暗处理的 那么尤其下嘴唇这样做 需要加深的是什么 内唇线 就是这一条 而你需要提亮的是什么地方 就是上唇线的这两边 这个高光的地方 就是在红色范围之外 这一块 做了一个这样的 然后你再看一下鼻子 我前面说过 是不是在鼻底最黑的地方 它这你要人为的提这么一道 我们来看一下鼻子 你视线集中在这个地方 对吧 层次就是这样一步一步 出来的 层次就是这样一点点走出来的 这个图层我做什么来着 对 眉毛 眉毛和睫毛的处理 也是通过一个新的空白涂层把眉毛补齐 眉毛只有浓密才会显得人健康 同样的道理 头发也是这样来回补的 头发浓密才会显得人更加的健康 更加的饱满丰富 这个就是我建了一个叫做整体调整的图层 整体调整的图层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有一个C就是color 调色的一个简单的 对 有数位板才可以补画这些细节 尤其是在这个刷光影和毛发的过程中 如果你们没有数位板的话 我会推荐给大家有一个基础版的 呃 那个Walcom的那个4471 小版就可以了 三四百块钱 淘宝一搜一大片 可能还能赶上一个活动 这样的什么200多块钱都有 非常的方便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C的图层里边 今天来听就是就是之前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 来回来听的学生赚到了 因为之后的这个刚才就是在之后的这个图层里边 会有一个大招的往处放 就是在调色 怎样去调这个颜色 出现色差的时候怎样去平衡色差 其实应该是边做边说 我倒是之前把这个东西全都做了一遍 做了一遍的话 一下下来吧 一下下来 首先我们看这个图层 你们看一下 有没有人看出一些问题的 我先看 让你看红色 红色是我动了的 其他我都没动 好了 先不不卖关了 直接进入那个什么吧 直接进入调色 我们来观察一下 现在我把这个图层关了 我们来看这个图层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人物会出现一些皮肤的色差 甚至有些地方会缺色 对不对 你看这个地方泛红 这儿泛黄泛绿 尤其这个胳膊地方泛黄特别多 那么总结下来就是脸部好多地方都泛红 怎样去纠正 我之前教给大家的方法就是用可选颜色 然后这样去找 后来有同学就会说 老师你有那样的眼力 对吧 我没有这样的眼力 怎么办我今天告诉你们 没有眼力同样能够做到 来看一下色相饱和度 我们是要动红色对吧 一般这个人物的肤色就是红色和黄色 掺插在一起 这种红中有黄 黄中有红 非常难分辨 非常难去处理 那么今天告诉你这样一个方法 就是非常好处理了 我们选中红色通道 然后看色相 直接什么都别管 拉到这个180 拉到180 有点变绿的感觉 是吧 这样之后你再去观察一下 现在是红色通道把它变成这样 但是你会后就会发现 有些地方是犯绿的 有些地方是犯蓝的 这个就是色差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看到红色中有黄 或者黄色中有红 在肤色中产生了这样的色差 怎样去把它纠正 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下边这样两条到这里 这里有一个色域 我在这个时候 我先把这个色域稍微往回走 就是我不断的往回找的时候 这个黄点实在是让我看不到东西 你就会发现 正常的红黄色的肤色 就是正常的肤色 就会越来越往回走 越来越显现 而留下了不正常的一些肤色 这种不正常的肤色 就是我们要找的色差 看到了吧 我现在关一下 关一下这个 你来看一下 是不是 泛这种绿 泛青的 泛蓝的这些地方 类似于有点像阿凡达的肤色的这种 是不是就是泛红的地方呢 嘴唇就能说明一切 这些都是泛红的 包括手指 都是泛红的 我们要找到这个东西 能明白吧 这个有点绕啊 大家不明白的话 赶紧说啊 正好我在上课时候就能 跟你们就把这个东西就解答了 都能明白吗 对就是红色通道里边 找偏红的地方 首先你要做的就是把色相 拉满 拉到180 来 再来一次 这个有点晕啊 这才刚开始呢 还没放招呢 色相 绑合度 找到红色 这样 拉偏它 其实拉偏它之后 你就会发现 有些地方就有色差了 然后通过这个下边这个色域 找回来 找回来的这些地方就是黄色的 而这个红色通道里边还没找回来这个地方 就是你最红的地方 越蓝越红 越蓝越红 我们看一下嘴唇是不是红色的 它就会越发的蓝 而泛绿的这个地方呢 就是类似于接近黄色的地方 但是它还是有红 还是有红 我们再来看一下 把这个 再来一次 没关系 这个 因为 尤其是网络课嘛 这个东西 跟大家 一定要说清楚 你现在看一下 你眼睛能够看到泛蓝的地方 其实都是肤色中发红的地方 发黄 发黄的地方是泛什么颜色 泛绿 泛青 所以这一块是最黄的 关掉 你看一下 对吧 这一块是最黄的 而你整个泛蓝的地方是发红的 你看 脸颊 这个时候 我们就需要把这个色域 你找一找 越找回来的时候 这个地方 你的出现偏色的地方的色域 会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对吧 你看 不断的把它 往回找 大概 我就先找成这样 是不是 找成这样之后 我们把这个红色的色相归零 归于零之后 你看 开关一下 感觉不是特别明显 归于零之后 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刚才是把这整个的 这个正常的一些黄色的肤色 找了回来 但是留下了什么 偏红的颜色 而这个时候 我就需要再把红色的色相 往黄的地方走一走 加一个五 我们来放大看一下 看一下 看这一块 对吧 你所有发红的肤色 都归为了一个黄色 而你的整个的肤色 越来越统一 有同学会说 这个嘴唇 对吧 也要改变 嘴唇肯定改变 这个时候我们用一个 它这有一个蒙板 把它擦回来就行了 记住黑色擦白色 对吧 我们单独的 让嘴唇的颜色 恢复回来 因为嘴唇还是需要 什么颜色 红色的 简单擦一下 擦回来 对吧 这就是第一步 这才做完的 有些眼尖的同学 就会发现 老师这样做完之后 发现没有 这些地方都缺色了 掉色 看到了吧 泛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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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色 怎么找回来 它的颜色 我之前也是 跟大家介绍过 一个方法 是新建一个空白涂层 然后吸周围的颜色 通过画笔 柔光模式 或者是颜色模式 给它画回来 我在之后的课程中 会跟大家演示 今天由于电脑 挺不给力的 我就先不用鼠标 和手绘板来说 这个问题了 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 就是一个新的方法 怎么做 能够找回来 它缺色 而且也找得非常的完美 来 我们下面就需要建立一个观察层 这个观察层 我给它起了个名字 叫做 饱和度观察层 怎么建立 来看一下 需要 同样需要两个涂层 第一个 科学颜色 我们在黑白灰 这三个里边 把黑色 加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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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满了 得到是这样的 然后把其他所有带色的颜色 黑色 抽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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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抽掉 蓝色也抽掉 阳红也抽掉 我是不是还开了什么涂层 对 点成绝对 注意 点成绝对 在这的时候 要点成它 百分百的绝对 不能点成相对 我经常调色的时候 是点成相对的 你就会得到一个这样的涂层 看起来很怪 是不是 然后还没完 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再配合一个什么 色接 其实和 曲线的道理是有点接近 我们把它的亮度找回来 一半就好 放在这 正中间 就好 看一下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这样的涂层 把色接和选取颜色 把它建立一个组 我给它起一个叫做 饱和度 观察层 这个是新知识 新的一个东西 可能你们再记起来有点绕 但是 别晕 有晕的话 跟我说 我就帮你解答 你先建立一个这样的涂层 知道吧 建立这样的涂层 然后 这个是一个观察层 里边我们什么都不动了 什么都不动 我们在这个 观察层 先把它关闭 我们在刚才这个 就是做了一个红色中 找出偏红的通道的 这个色相饱和度之上 建立两个饱和度 色相饱和度 对吧 建立成这个东西之后 我们需要干嘛呢 用全图 做一个 加饱和处理 别加太多 看一下 别加太多 我先试一下两种效果 我看一下红色夹饱和 会是怎么样 不好 就用一个全图夹饱和吧 其实也是应该是做的是 全图夹饱和 别太多 这个度呢 你只要看到这个 发了这种亮白的地方出现 就把它回来点 好 这样差不多 然后啊 我把它反向 为了方便记忆 我把它建立一个 前面一个 做一个加号 这个就是加饱和 之后呢 往往会通常配合一个什么 减饱和 色相饱和度 看一下 你刚才这个加饱和 加的是29 对吧 那么我这个时候 就是减一个29 这个 在这张图中 不太会用到 它减饱和 因为是我们是在 刚才会发现 一个什么问题呢 关掉这个 我们这个地方会缺色 对吧 会缺色 所以 但是我会把这个地方 做出来 告给你们 今后呢 有案例会要需要 用到减饱和 那么好 我们来观察一下 这个观察层 该怎样去观察它 什么意思 这个东西 发黑 只要发黑的地方 看到了吧 就是发黑的地方 都是什么意思 缺色 都是缺色 我们看一下 首先的计算机 会判定你的高光 对吧 高光就是一个 缺色的东西 但是我们看一下 高光 首先这些地方缺色 那么还有哪些地方 泛黑呢 我们点开看一下 整个这一片 整个这一片泛黑 这泛黑 这个你要理解 它跟结构无关 它跟结构无关 有的朋友说 这个地方是眼无 它就应该黑 不是的 这个模式下 跟结构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所有看到发黑的 这些地方的颜色 就是你的饱和度 我们之前看的一些 饱和度 会有一些偏色的地方 你要明白这个道理 这点明白吧 没有晕 给点反应 怕你们晕了 这个东西很容易晕掉 来来来来 说一说感受 说一说感受 听到这时候 操作不晕 原理晕 是吧 这就是大招要接触 这个我在后边的过程中 会慢慢的跟大家在聊 再说 说到这种调色时候 要和大家继续说这个问题 什么原理呢 我今天先跟大家 简单说一下一二 简单说一下一二 首先这个色阶 大家都知道 是吧 色阶就用不着说了 那么这个 这个颜色中 是什么意思呢 之前我讲这个调色的时候 跟大家说过 这个黑色的东西是什么 对吧 黑色就是 你既可以理解为 它这种加一个饱和 也可以理解为 把这个某个颜色中的 这种量 给它增加了 那么我们看一下 我们把黑白灰的量增加了 同时呢 把这个红 黄 绿 青 蓝 阳红的这个量 减少了 但是你们要明白一点 就是这个里边的减少 黑色的100 和你这个去宝盒 还真是不一样 因为在这个里边 所有颜色 负100之后 它这个颜色 原 这个颜色的通道 和颜色的信息 还在 但是就是极为灰 这种感觉 我们把这个黑白灰的 这个三色的这种 黑色加强之后 首先你的片子 就是变为一个 什么样的感觉了 你看我把它 重新做一下 刚才可能你们 就是做的太快 你们 对这个东西有晕 所以就 没明白 黑色加100 中性色加100 白色加100 那得到的是 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得到的是一个 就是黑白灰 三个这样的度啊 都是非常非常强的 一个感觉 像这个地方的 黑色的地方 高光都已经 溢出了 然后这个时候 我又把其他颜色 全抽掉了 就会得到一个 类黑白的原理 就是类似于黑白 但是又不同于黑白 这个原理 还真的很难说啊 有没有发现 我如果说的越多的话 你对这个原理会越晕 就会得到一个 这样的效果 就是 迹象去色 但是呢 又不是去色 把这个黑白灰 中三个 就是你要明白啊 所有所有的这个选取 颜色中 这个红 黄 绿 青 蓝 阳 红 这几种颜色中 都有黑色的 白色的 还有灰色的 这种成分存在 我们这个时候 把一些黑色 白色和灰色 这个黑色度 加满之后 然后又把他们 这个 这个其他有色的 这个黑色度 抽掉之后呢 就会得到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这个 所有颜色中的黑白灰都加强了 但是又把所有颜色中的这个颜色信息抽掉了 但是又不等于是抽宝盒啊 又不等于是看 又不等于是这个 这个颜色的区保盒 又不同于他 这点要知道 跟他不一样 跟他这个道理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就是 这个里边的颜色的区保盒啊 就完全的把一些信息 色彩信息元素啊 全都抽掉了 就是没有色彩了 但是 这个意思啊 是保留了所有色彩信息的元素 就是我们换个思路啊 换个思路 理解一下 这个里边的色彩通道都在 都有 赤橙黄绿青蓝子的色彩通道都有 可能他们这个度呢 都是一 但是没有被干掉 没有被干掉 同时呢 每个色彩元素 赤橙黄绿青蓝子里边 你们想想这种光谱啊 里边又有黑白灰 每个颜色里边都有黑白灰 我们这个时候 把他每个颜色中的黑白灰 这种信息元素加强了 等于就是赤橙黄绿青蓝子的 这些色相都还在 但是他们之 里边的这个黑白灰的这个度加强了 加强之后就是这样的效果 不知道我这样说 你们能不能明白啊 是很晕 这个东西啊 很晕 这也是在 最近总结这个第三期的课程 色彩课程的时候 把这个东西啊 想了一想 试了一下 突然有这么一下开窍了 然后我们就需要跟这个曲线一样 就需要有一个色阶 把它提亮一下 让它之间的这个反差啊 加大一点 这两个就是一个饱和度观察层 配合这个加宝盒 把我这做了个反向哈 我先把这两个关掉 就这个吧 就这个吧 这个图层我把它放下来 这个就是我之前做的这个加宝盒处理 我们点开先看一下 我这个加的多 加了个40 因为这个可能当时我做这个 呃 饱和度观察层的时候 色阶没有这么猛啊 就是这样做的时候 感觉还可以加成一个40 就是这个度加多少 我跟大家说一下 它是还真有一个参数的一个限限定啊 不要加百分百 加百分百就太愣了 你加百分百就已经有些信息元素 在这个图层中 怎样观察这个呃 什么地方饱和度高 什么地方饱和度低呢 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发黑的地方 看发黑发灰的地方 包括这个手的地方 看一下 对吧 这这些地方都是你的肤色啊 饱和度会欠的地方 就是丢颜色了 而越亮的地方 你看这些越亮的地方 就是饱和度越高的地方 我们看一下 看嘴唇的这些地方 就是嘴唇里边啊 不要看嘴唇的这个高光啊 嘴唇里边 就是越亮的地方 饱和度越高 但是你看嘴唇外边 这样有一个类似于像胡子一样的地方 黑掉的东西 我们看一下是什么 就是你擦的高光啊 对不对 当然高光是不缺颜色的 但是计算机认为这个地方是没有颜色的 其实他理解的也对 但是我们人为的 你要擦的时候要注意 是高光 不要擦掉 不要擦回来 我们只需要擦掉真正这种黑的地方 这个里边分白的地方 就是他说明他这个嘴唇的这个地方的保护度非常非常高 好 我们来继续往下说 还好我自己做了一些前期准备 不然今天这个课就真的就黄了 点开看一下 你看我擦了些什么地方 对不对 我擦了一下面部的这个面颊 包括这个眼睛 眼窝 包括鼻梁这也擦了点 我们看一看 就是把所有放灰的地方 这种放灰的地方 我都擦了一遍 这个擦很简单了 不像中性灰 你需要考虑结构 你这个地方就完全跟结构没关系 只跟颜色保和度有关系 所有嵌保和的地方都会发灰 发黑 包括手 是吧 肩膀这些地方 但是你不要擦的太亮 度还是要跟中性灰的原理一样 就是统一在一个大面里边 你看这个大面 放黑的大面 统一起来 我要亮 大家一起亮 是不是 但是我还是要保持住一个这样的一个 转折的一个感觉 不要是因为它这个 好黑 一直擦 擦的全是亮亮的感觉 这样就错了 我们在这个时候 关掉 保和度 观察层 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我做的色相保和度 你看一下 以前缺色的地方 尤其这些地方 包括在这 我把这个关掉 我开关 看一下 看 眼睛这一块 是吧 保和度加的非常自然 我们再看一下 手 看一下 对吧 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 如果说你不理解这个原理的话 那你就现在暂时不需要理解它 你只把我这个操作 死记硬背 背主 通过你后期不断的学习 对色彩的理解越来越加深 你自然有一天开了窍 就明白我这是说的是什么意思了 因为 为什么你现在不懂 就是因为你对可选颜色中 这几种颜色的模式信息 还是 这怎么这么多 关掉这个 这几种颜色信息的模式和 包括万物的这种光 自然光里边的包含的颜色 和转换到软件中的颜色 还不够的明确 我之后说调色会说 其实这个东西 我应该放在再往后的课中讲 实在是憋不住了 跟大家想分享一个这样的东西 可能你在修复的时候会用到 就是以后你在修复的时候 发现缺色的时候 不要去纠结了 不要去补了 完成这样一步 搞定这个东西就OK了 把这个多余的都删掉 你所需要做的就是 做一个加色相饱和度的处理 一般去饱和的话不太会做 我这样会做出来的话 让你看原理上有点类似于什么 双曲线 DB 提亮 压按 我们这个就是加饱和减饱和 通过一个饱和度观察层的 一个这样图层 来完成这样一个加饱和的东西 好 说完这么多 剩下的这些就简单了 就是一些光影上的微调 把一些面光 看面光和鼻子上的高光压回来一点 然后曲线 整体压按 加一个对比 让你的妹子感觉得更加的鲜活一些 加对比 针对脸部有色差 身体也有 对吧 身体也有 但是经常是对脸部就是修 这种情况下是怎么会出现的 像一些中性灰是经常会出现的 因为你做中性灰 尤其你们在前期把控 对暗部把控不是特别好的时候 暗部就容易刷的怎么样 刷多了 就刷刷刷 刷多之后就会犯灰 犯灰就是什么 掉色了 对吧 这个时候你如果说 你让你从头再来的话 你真是没耐心了 怎么办 用我这一步救一下 能够救回来 还有一种是拍这种户外的时候 血针 包括这种夏天在绿树里边 会有绿色 印在了脸上的时候 也可以这样去做一下 能够把多少的红色校正回来 就配合我刚才那一步 就是色相保护度 红色中偏色的东西 揪回来 配合上保护度观察层再擦回来 就会把肤色校正 你们可以试一试大面积大范围的试一下 大量的刻片 大量的这种修片 都去应用一去 多做几次 脑子里边就会越来越清晰 好 我们继续往下说 加一个曲线对比 这是在商业人像修图中 经常会这样做的 就是加一个强对比 你看其实也没有多强 就是加一个S型曲线对比 之后就会配合一个去宝盒 或者是降明度 我这个地方是降了明度 就是红色 不是去宝盒 就是降明度 为了让你的对比度 还有肤色 稍微的正常一点 你看因为太过于抢眼了 对吧 稍微正常一点 在去色之后 还有一步 也是明天 或者是在调色过下一堂课 再给你们放一招 这个也是之前第三期的学生 自己给研究出了 前天跟我分享了一下 我感觉这个东西还挺好用的 在快速处理一些写真片的时候 调整肤色是相当棒的 这又是一招 就是自己放了一招 然后就是内敛 娇羞大观人 在咱们群里边也 他自己就研究了一下 那天他就是修片的时候 跟我说了一下 说这样对不对 我看了一下 完全没问题 对 快速调整肤色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快速调整肤色的方法 比之前你新建一个空白涂层 拿画笔这样去修去磨 这个要快速很多 而且你需要你很强的肉眼的识别能力 你肉眼识别能力不好的话 你调的肤色还是很怪 所以这个一次性解决你所有问题 不用去纠结了 那我们继续往下 他那个我是为什么要说呢 他那个颜色 就是怎么说呢 他不是用纯色 他是那个LAB 转那个LRGB 来回这样转了一下 他那个有点原理呢 就有点像这个中性灰修图 商业人像修图中 先去宝盒 再加颜色的一个原理 我在商业人像修图中 经常要用到这样 就是加对比去宝盒 然后加一个颜色进来 那一般就是曲线暗部加蓝是经常用的 加一个颜色进来 他那个原理也是先抽色后加色 让肤色快速的变化一个这种很红润的感觉 之后就很简单了 就是控制一些气场 氛围 把一些该提亮的提亮 该压暗的压暗 再给一个色彩平衡 中间调 还是给红给黄 对吧 让你的人物更加的红润起来 这一步就是一个 整体上的一个这种高光压暗处理 高光压暗处理 高光压暗 你看 这个就很方便 你不需要擦去 我知道为什么要用高光压暗 因为我觉得 你看 这个人的面光太过于亮了 对吧 整个高光区域太过于亮了 你这个时候也可以选择 就是用一个曲线 你看 之前的话 我会经常怎样做呢 我会用一个曲线 在高光区域 选择压暗 再反向 然后再把这个高光地方擦回来 是吧 这是我经常做的 但是我现在觉得 在你们对这个高光区域把控 不是特别准 和擦的这个功夫 没达到的时候 研究了一下 更适合你们的方法是什么 选取高光 然后直接用曲线 压暗就得了 是吧 擦都不用擦 擦了吧 这个方法 特别适用于初学者 包括你们现在听课的 所有人都很适用 老手也很适用 很方便 是不是 就是这个意思 高光 这个是我之前做的 还是什么时候做的 我也给做晕了 好像不对 多压了一层 是不是 应该是这两个 高光压暗 然后又用了一个曲线提亮 这个就是正常的曲线提亮 提亮就是擦头发 看到了吧 头发这种光泽的一个转折 这个就是整张片子修完之后 你要用一个 前面我说过 要用一个黑白 卡了吗 画面都不动了吗 喂喂喂 看一下 其他人的画面 其他人 其他人 其他人这个画面还好吗 现在是黑白的 还好 没问题 对 黑白的 那我就继续讲 反正也就是快尾声了 最重点的已经说过去了 观察层留在最后 是什么意思呢 你退一下 小退一下 再进来就应该好了 观察层留在最后的意思 就是在于这个意义 你看 这是观察层加了曲线的 我们要最后的时候 要关掉曲线 纯黑白 看一下 好 你这张片子在纯黑白之下 是不是一个非常舒服的黑白片 要看哪呢 首先要看高光 对吧 这种高光和中间调 包括暗部的过渡 是不是自然 很舒服 然后再看哪呢 暗部 整个这张片子 暗部最暗的可能就在这了 包括下巴 这些地方 你暗部检查一下 有头发丝 这种细节都还在 那么你缩小看一下 没问题 这个就是拿黑白渐变影射来检测你的彩色片修完之后的这样一个感觉 就是这样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原片到修完这个成片之后的反差的效果有多大 是吧 最重要的一点 也是非常就是在我这个课程中贯穿所有这个课程的一点 就是对于这种曲线控制画面氛围的感觉 你看一定要把你的视觉中心控制在人的脸上 我们是修肖像的 我们是拍肖像的 而不是拍人体的 而不是拍肩膀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前面讲过 在前面的时候就会要把这个曲线通过压按整个这个身体的时候把它处理一下 这个时候脸部的光比要稍稍强于你的肩膀 强于你的胸 强于你的脖子 注意力要放在这些地方 那这个片子其实就是中心灰没有完完全全的修完 看到了吧 放大之后还有一些这样的痘呀 瑕疵呀 这些东西 但是无关紧要了 今天要跟大家说的就是这个饱和度观察层 包括快速的纠正一些肤色的色差 这个是很重要 没有理解原理的不要紧 这个PSD给你 包括你在做的时候遇到问题的时候来问我 好吧 看一下录像 这个东西要加强死机硬背 先把这个东西操作的吃透了 然后在之后的调色过程中 可能我在讲一些颜色的原理的时候 你会慢慢慢慢的开了窍 就是对于修图这个来说 是跟大家多唠几句 该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去修 就是以前画画的时候 老师会告诉我讲 笔上三尺有神灵 就是我们经常以前说的很恐怖 就是有笔仙 一说好 你现在画画了 你如果是一个自由散漫的心态 对待你的笔 对待你的颜料的话 那必然 就是我们经常我们老师说的 笔上三尺有神灵 他都不帮你 你这个画是绝对画不好的 那么你在修片的时候 我现在修片的时候 就是保持在一个什么心态呢 一不是针对客人 二也不是针对自己 我就是想 就是说有PS大神 对吧 有PS之神 盯着我 就很认真 很虔诚的在修这个篇子 所以我就经常睡觉的时候 也就老梦修片 老梦在修片的工作中 就是在修片 修片 修片 有的时候在梦里边的时候 就会出现一些奇奇怪怪的操作 就是正常修作中不太会有的 这个就是奇奇怪怪的梦 乱七八糟的东西 然后早晨起来 自己在这瞎试一试 对有点这样的感觉 然后碰一碰这种考虑考虑 之前第三期的一些课程 包括一些色彩的原理 琢磨自己试一试这样的东西 就会出现不同的效果 因为PS工具非常强大 可能我们现在学习 包括我现在所理解的 可能连百分之五十都不到 可能我说的话大一点 百分之二十可能 我理解的可能也只是这么多 但是这个软镜体系 修图也好 绘画也好 真有一个人能够达到 或者是理解达到百分百的时候 那简直就是太牛逼了 太神了 因为之前 不管是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 他们在之前修图的时候 尤其中信辉越做越多的时候 他们经常会梦到自己在修人像 什么三听五眼这样的东西 可能你们这批也会有 也会有这样 就是在修中信辉 修的很多的时候 就会梦到 对太牛逼了 简直太牛逼了 经常梦到拍思 也是一种境界 也是很高的境界 你在下次拍思房的时候 就会想到一些新的布光姿势 是吧 好了 今天这个课程 等一下 差点给 我在low一眼 low一眼 low一眼 我看其他地方 有没有遗漏的 没有遗漏 这个你们看一下就行了 其他地方没有遗漏 好 今天这个课程 主要跟大家讲一下 一些中信辉 从头到尾的一些修饰 我们在星期一的课程 我会讲一下黑白 讲一下黑白调 该如何调整 然后我把我新电脑赶紧的处理一下 折腾好 在星期一的时候 我会从头到尾给大家演示一遍中信辉的一个修图 可能就是演示一个局部 比如说脸 脖子 或者是手 尽量给你做的完整一点 如果星期一那个地方没有做完整的话 我会再抽其他时间把这个东西做完 我们在课堂上再分享一下 这个再继续多练 这个操作可能你们会犯晕 是吧 接了一个大招 一掌给你拍晕了 慢慢消化消化 内力不足的同学 可能对这东西要消化的时间更加的久一点 内力雄厚的 可能看一看 操作操作 自己琢磨琢磨就明白了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课程 下课 周末了 大家也早点休息 好嘞 下课 下课